是由David Kuo帶來的第一次接案就上手 PHP ROR 讓我們歡迎他,謝謝 好,這個場地比我預期還要大 因為以前都是什麼 C-Con去年也不在這邊 以前Cose Cover在這邊的時候 都是在下面當會眾 然後從來沒有站上來過 我一看,哇靠,這個場地也太大了吧 對啊,然後 其實,沒有那個 畫面 哇,糟糕,我今天不用講 你要不要再重新接一次 我再重新接一次 他會自己 因為剛剛有螢幕有畫面 要...要一二十七了吧 要...要一二十七了吧 好,我看一下解釋是吧 我記得是一二十七了吧 好,再調一次 沒有,應該是 沒有,應該是 他會自己測啊 等一下出...這個是不是 對 對 好 還是沒有啊 還是沒有 對 哇 好,有了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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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小問題 好,就是... 這樣會不會不好講 呵呵呵 好,就是... 這次主題是 第一次接案 就上手 是在考慮PHP或ROR 然後其實... 我當初投這個稿的時候 那個... Ccon的工作人員有問我說 要不要把ROR改成Rails這樣子 只是比較官方正式的名稱 我說 我那時候說沒關係 去ROR就好了 是因為... 你不覺得... PHP、ROR 就是...三個字三個字 就很...順嗎 好,沒有啦 然後... 其實我要講的東西 大概... 上一場... 上一場的名字 學太神了 是什麼 台科大對不對 然後... 它那個... 其實破了我很多根 就是... 很多東西它已經... 大部分都已經... 差不多的東西 因為... 它也是講從PHP到ROR嘛 那我也是 所以... 就是如果... 重複了 就是請編小莉一點這樣 然後... 就是... 等一下我... 下去看RCDlog的時候 才不會太難過這樣 對... 那... 在這之前先講一下 呃... 其實... 講PHP... 我沒有要特別比較說 PHP或是ROR哪一個... 好或是不好這樣子 那可是... 呃... 當我... 當我已經決定投這個稿之後呢 就是最近呢 我才發現... 原來也有一些PHP的Framework 做得還不錯 例如說... 像這個... 其實我不知道它名字怎麼唸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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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Ella... Ravo還是什麼的 我不會唸啦 反正... 然後... 或者是像C9S之前寫的 它... 把PHP... 用另外一種語言方法表達 叫... 它... 其實... 做得其實也不錯 對... 那... 所以如果等一下... 我... 如果說哪裡PHP... 哪裡不好... 那請不要... 就是... 我是... 我是... 那... 也可以叫我David就可以了 那... 這是我的姓香 然後... 我喜歡Ruby 對... 這是為什麼我上來講這一場的原因 然後... 我現在是中大大學治管系的一年級 不是志工系的 對... 然後簡單來講就是... 現在是... 就是一隻死學生這樣子 就是... 對... 然後... 這次我要直接講那個... 我接案的案例齁 那... 那... 這次是一個... Logo不是... 不是因為排版問題不見了 是... 不能打廣告 對... 所以就把它遮起來 好... 然後... 如果你有興趣 現在可以連上它左邊的網址 如果... 不要太多人的臉應該不會... 對... 不要等一下我下去 然後電話狂一想說 欸... 那個東西怎麼壞掉了 對... 然後介紹一下... 我... 這個... 這個... 接案是... 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啦 然後我上一次的... 接的是... 它是跟我... 接收三個月之內... 要做完的東西 那... 它需要的技術有... 一開始的需求是... PHP 跟 MySQL 那我想說... PHP... 我去年就來講一場啦 對不對 不是...不是... 不是那個什麼... 什麼... 什麼... 探索音道啦... 不是那個啦... 是... 最下面那個... 對... 我去年就來講一場了... 這應該沒有問題 那... 研究一下有幾個人 就是... 一個PM... 一個RD... 跟... 一個顧問... 他們就是要找RD... 對... 那... 他們要的需求有什麼... 他們需要一個論壇... 一個論壇有... 呃... 叫... Taking System 那... Taking System是什麼... 就是... 像... 有沒有看過Stake Overflow 或者是什麼... Server... 什麼... 我忘記那個... 那個系列的網站叫什麼... 印象最... 最深刻的Stake Overflow 一些學生事... 他就跟你講... 你壞掉了... 對... 像這樣子的... 它就是... 每一個... 文章的... 主子的下面會有... 一個... 它的... 類似... 跟那個問題有相關性的東西... 像... 你可能會看到什麼... IOS啊... 然後... 什麼... Python啊... PHP啊... 就是在說這個問題... 跟... 它的關鍵字是哪些... 那... 欸... Stake Overflow比較神奇的地方是... 你去Tag的時候... 它會跟你說... 欸... 講到說你打... 呃... PHP 就是你在Tag的時候... 你它會... 你打PHP 那它就可能就說出來說... 你可以打P... 它就有Python啊... Purl啊...PHP也許相來一選... 可是... 我們做這個網站是... 從... 零到有... 就是什麼東西都沒有... 那所以我們沒有所謂的... 現成的... 呃... 我簡單講... 講一下這個網站在幹嘛好了... 這個網站是... 它叫YourScore 是它在做一個... 呃... 幫助高中生... 升學的一個網站... 呃... 高中生升學可能你要升... 大學啊... 或者是... 科大之類的... 就是你要繼續升學的話... 然後你可能很徬徨說... 我應該要去台大... 去台科大... 雖然你這麼強... 不一定還是可以進去啦... 然後... 那... 他們就在幫你說... 你們可以去上面... 上面討論說... 欸...我們可能... 我... 我可能我比較想要... 呃... 照顧數目啊... 那我說應該去念農業系啊... 生理系啊... 到底適不適合啊... 之類的... 或者是說... 家裡人一直叫你去念醫科啊... 那... 那... 那我該怎麼辦嘛... 對不對... 那... 那個時候通常... 第一件事... 大家都是去... 呃... PTT... 然後什麼... Senior High版之類的... 去問問看啦... 或者是... 或者是... 就直接聽那個... 家長說的啊... 你就給我新年醫科啊... 然後我就新年醫科啦... 這樣子... 當然前提是... 你有能力... 然後你考得到對不對... 然後... 這是牽扯到另外一個... 那個... 考試制度的關係... 有沒有自己不談啊... 然後... 就說... 呃... 我們建立了... 我們要建立這麼樣一個平台的時候... 勢必有很多tag可以選... 例如說... 呃... 我想問... 有關於台灣大學的東西... 那我可能就要tag一下台大... 或者是我tag一下台科大... 或者說我tag一下... 資管系... 資工系... 或者是... 資訊學群... 可是... 我們並沒有... 那麼多的人力... 我剛剛介紹過了嘛... 我們只有一個... 沒有RD... 一個顧問... 我們只有... 可以去做這個網站... 我們沒有... 沒有那麼多的力氣... 可以去... 去維護那些... tag... 那... 所以我們想到的方法是... 我們要讓使用者自己... 新增tag... 那這事情就變得麻煩啦... 因為... 你除了要讓使用者... 擁有原來的tag... 然後還要... 新增... 然後還要確定這個沒有重複... 這是最麻煩的... 確定... 因為... 你有可能說... 呃... 我想要tag台科大... 可是... 我直接打台科大... 可是它全名是什麼... 是...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我如果講錯... 就是... 求證一下... 對... 可是你直接打台科大... 就是沒有東西的嘛... 因為... 因為... 它兩個名字就是不一樣... 所以我們還要處理這一部分問題... 那... 所以... 這是... 這一次結案... 遇到最大的問題之一... 對... 好... 先繼續講故事好了... 有一天呢... 我接到這個案子之後... 顧問就跟我說... 我把系統架好啦... 然後它架了一個... 無邦圖... 64bit的... system... 然後... 加了... PHP... 然後... 然後... 賣... XQL之類的環境... 然後呢... 他說我在 Bitbucket上面... 開了一個project... 因為大家知道... 呃... 然後... 付費... 或者是你有... 教育... 教學方案... 你可以寫信給它說... 我可能要拿來做研究... 那它可能就會開給你一個... private的project... 那... 很明顯我們這個東西不能公開嘛... 呃... 我們不是coastcover... 所以我們... 不談開放也是嘛... 對... 然後... 他要開一個project啦... 然後我就上去看啦... 欸... 看起來... 還蠻有結構性啦... 有沒有... 他把... application啦... 把... 那個... 就是... 關於framework的東西分開來啦... 然後我就... 欸... 這感覺很酷炫啊... 那我想說... 我問一下... 那這是什麼framework啊... 然後... 然後... 顧問就問我說... 這是... coignitor啊... 應該這樣念嘛... 然後說... coignitor是什麼啊... 因為我以前... 就是... phpframework的結束... 沒有那麼少啊... 自幹倒是有啦... 然後... 然後... 就查了一下... 喔... 原來它長這個樣子... 然後... 於是呢... 我就去看它的... 官方說明文件啊... 英文的... 然後... 看啊... 從這裡看過來... 從哪裡看過去... 反正就看來看去... 看來看去... 好吧... 假設我會的... 齁... 然後... 我就去寫啦... 然後... 這個是... 它的程式碼一部分喔... 因為我這放出來是因為... 它已經沒有再... 再被使用了... 就是... 現在它已經不是... 這份... 這份程式碼了... 那... 它看起來就是... 非常的密密喔... 可是我找到一個... 關鍵字... 就是... 欸... 怎麼會有一個side controller... 有寫過CI的舉手嗎... 剛剛好像很多場... 有講到CI嗎... 剛剛上一場就用... 就有用過CI... 那... 這個不是CI部分啊... CI是CI底線開頭的東西... 它可能會給你一個CI controller... 然後我想說... side controller是什麼啊... 這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去問... 這個side controller是什麼呢... 然後顧問就說... 這個是... 我讓它抓... 目前使用的方法啊... 然後我看著看著... 喔... 那... 那這個Member controller又是什麼啊... 然後他說... 這個就是... 沒有登錄的時候... 會移到... 登錄頁面讓你... 讓你登錄啊... 喔... 這個顧問還不錯嘛... 就是... 你接到Case的時候... 已經有一個... 不是... 不是只有Initial那個Project... 你還有... 它已經幫你... 弄好說... 欸...我... 那... 那... 或者說... 這個東西可能是... 你要登錄... 例如說... 個人設定... 你沒有登錄... 當然不能個人設定嘛... 你有... 你有想過... Facebook還沒登錄的時候... 就已經可以... 改你的暱稱了嘛... 還沒嘛... 對... 那它就... 它就把你移動到... 就把你跳轉到... 那個登錄頁面上這樣... 然後... 然後我就想說... 喔... 這還蠻... 還蠻好玩的... 那... 這個REST controller... 應該就是支援REST 4的... 那種... 方法吧... 所以才是... 那個CRUD就是... CREATE的... 然後... READ的... 然後... UPDATE的... 跟DELETE的... 操作嘛... 然後他說... 可是他接下來講那句話... 我很 shocked... 他說... 可是他們不能一起用... 然後我想說... 怎麼可能不可以一起用呢... 然後我就... 我就看一下... 他的code到底怎麼寫... 這太神奇了... 怎麼可能不能一起用... 他就發現... 原來... 他們都繼承了... 分別繼承了... PsyControl了... 可是你們知道... PHP基層只能在... 同一個... 負... 負類別上面... 或是母類別上面... 然後我就... 非常 shocked...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不能... 那個呢... 然後我想說... 好吧... 然後... 那... 我就... 自己改好了... 反正... 去年也講一場了嘛... 對不對... 然後自己寫... 大概看一下code... 他的那個... 他也是開放原始碼的嘛... 那看了一下大概... 好... 我大概看一下改了怎麼樣... 然後反正... 反正... 連這種... 這種... 留言板的小作業... 連同學寫成這樣... 我寫成這樣...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我... 幫你自己改啊... 對不對... 然後那連結可以看一下... 可是... 這邊網速好像有點... 滿的... 然後... 然後... 然後改的改的... 喔... 可以...可以動了... 好... 很開心... 超開心... 非常非常開心... 我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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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大學... 一年級... 第一次結Case... 就這麼順利... 就這麼順利... 改完... 然後這個東西... 放上去... Upload... 然後它就會動了... 對...它會動了... 可是... 我好像... 遇到一點小問題... 就是... 顧問突然說... 欸...我們的發文... 要有版本控制喔... 連tag也要... 看Stakeoverflow就知道... Stakeoverflow你可以去改... 那個... 你... 問過的東西... 那... 它還... 很神奇... 它好像... 類似地幅的功能... 你可以看... 這個... 上一個版本... 跟這個版本的文字... 哪裡被編修了... 它會給你畫刪除線... 或者是... 插入符號... 那... 它會跟你說... 欸... 我這裡... 可以... 就是你已經修改過了... 那... 對... 我覺得他們應該是看到... Stakeoverflow... 覺得這個東西... 太神奇了... 它可以用在... 程式語言的討論上面... 那我們應該也可以用在... 教育上面... 然後... 所以他們就說... 那我連tag也要... 有版本控制... 就是想說... 你上一個版本... tag了... 台大跟清大... 可是... 可是你的... 你的發問裡面... 字字半句都沒有清大... 我覺得你是來亂的... 所以我要把清大拿掉... 可是呢... 這個操作... 應該是要被記錄下來的... 因為你不能... 亂改人家的... 或是他自己亂改tag... 然後... 沒有被... 沒有被人家發現... 或是說人家發現... 不知道誰改的... 所以我們就要... 連tag都要版本控制... 然後我就說... 那聽起來很簡單啊... 反正... 你有一篇文章... 就是... 在資料庫裡面有一筆資料... 你有兩篇文章... 就會有兩筆資料... 可是... 如果你一個文章... 有兩個版本... 那是不是... 就會... 一個文章有兩筆資料... 那... 兩篇文章... 兩個版本... 總共是四... 四筆資料... 然後... 我們就用subcredit吧... 我們先把所有的... 那個... 文章的... 同一個ID的... 統統撈出來... 然後撈最新... 欸... 最新的撈出來之後... 撈到裡面的ID嘛... 就是subcredit我們就撈... 然後... 然後... 就跟你講... 壞掉了... 你說... 到底哪裡壞掉了... 為什麼... 發生什麼事了... 這個... 這個... 不合理... 然後你們... 就知道他們有可能... 會提供你們一些... 呃... 它的ORM... 就是它的Database的Binding... 例如說... 你... 你直接... 你直接... 開一個class... 然後讓它繼承... 可能說... 解析成Database的... 的class之類的... 它就會... 幫你去處理後面資料庫... 就是你不用... 輕自手動去寫SQL... 那...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 用了一套... 叫... Datamapper的東西... 它是... CoinInitor的... Plugin... 這樣... 它就是它的ORM版本... 它是... 仿超Rails的啦... 然後... 然後我想說... 它到底為什麼死掉了... 就是... 因為我沒有動手... 寫SQL嘛... 因為它就是用它給的東西... 因為... 現成為什麼不用嘛... 對不對... 硬科不好嘛... 就是花太多時間... 而且... 而且浪費力氣嘛... 對不對... 而且其實... 錢沒有很多... 然後... 然後... 就是... CP沒有很高嘛... 那... 那我... 那我想說... 那... 到底怎麼一回事呢... 我就去問一下好了... 然後他就說... 我就說... 欸...不會動啊... 我來研究研究看看... 然後... 顧問就... 顧問就跟我說... 他也要去研究研究... 結果... 研究到半天... 顧問就... 他就不見了... 然後我找自己... 怎麼辦... 我找自己來啊... 對不對... 那我自己來... 我就... 好吧... 我看一下... 那這裡不用擔心... 我們這裡不會講... SQL怎麼寫一次... 我抓重點... 就是... 我把他的SQL吐出來... 我沒有辦法跑... 我把他吐出來之後... 發現一件事情... 我頂頂頂的是... 整一條一些東西... 不是... 那個不是沒有寫好... 那...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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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怪怪的啊... 我已經用一個... 然後... 我永遠把他... 別名成A了... 為什麼他下面還是用... table... 這到底發生什麼事了咧... 他為什麼... subcury居然不會用別名呢... 他會用... 原來... 那個... database table的名稱... 我就覺得... 這個實在太神奇了... 然後... 然後我就... 我最後就放棄這個... 我就... 11月初的時候... 我直接說... 教練有可能會換reels... 因為呢... 那個時候... 就是大家知道... 我一開始就講了... 我喜歡Ruby嘛... 那... 其實那個時候同時期呢... 我在學校接了另外一個case... 他是... 他沒有... 他是一樣是網頁... 可是他不是... 一樣是網站... 可是他不是要你... 科一個從...從無道的東西... 是因為... 學校他們在做一些研究... 那他們當初... 給廠商... 廠商給他們的東西... 是用reels寫的... 然後現在有一點小問題... 所以我... 他們... 可是廠商... 不願意做了... 只是那個東西已經給學校了... 然後就覺得說... 我都已經交完啦... 錢拿到了啦... 就... 對... 就不理解了... 那... 所以學校就在裡面找... 學生看我不會改... 那我剛好會Ruby... 然後... 那個時候剛好開始玩... 一點點reels... 就是... 我會... 用reels new... 來建立一個新的專案... 然後... 暫時就... 會這樣而已... 然後... 然後我就去玩玩看... 因為... 很好奇嘛... 新東西嘛... 然後... 一玩... reels好像蠻酷的... 然後... 就越來越喜歡啦... 因為其實我本來沒有很喜歡reels... 是因為... 呃... 他在以前版本的時候... 就有一些傳言說... 他... 很肥啊... 你... 一個... 一個網站裡面塞一堆東西啊... 他... 你如果只是要做一個小小的網站... 你用reels做... 可能你的... 你的... 硬碟成本... 可能... 不是那麼的... 好... 或是他效能成本沒有那麼好這樣子... 然後... 然後... 我就不管啦... 反正... 我自己... 接了那個Case之後... 覺得reels還蠻... 容易上手... 還蠻快的... 因為我自己會學Ruby嘛... 那其實Ruby... 我知道有人說Ruby難學啦... 不過Ruby就是... 不要讚... 不要再遠... 然後... 然後呢... 然後我就說啦... 教練我可以玩reels啊... 然後... 顧問就說... PM就說... 這樣會來不及吧... 然後呢... 然後... 我還是不死心啊... 然後我就是... 因為... 我已經被這個Fromo盒搞了... 我快崩潰了嘛... 那是什麼... SQL... 那就乾脆自己寫就好啦... 用什麼ORM對不對... 就通通自己寫就好啦... 可是這樣子效率太慢啦... 這樣三個月你一定做不完... 然後我想說... 到底怎麼辦... 然後我就很不死心... 我就... 放自己兩個禮拜的假... 不是... 我是... 偷偷的... 花兩個禮拜的時間... 去寫reels的版本... 然後我就... 說... 我好了... 然後這個網站就... 做出來了... 好... 可以連上去看... 然後... 然後... PM... 原因重現啦... 這不是我... 我誇張的... PM說... 哇靠... 哇靠... 也太強了吧... 這是PM自己講的... 然後... 其實... 呃... 我... 我上來分享這個東西... 其實只是... 雖然只是講個小故事啦... 不是說... 你一定要從... 你從... 你從... 其實... 不管你用PGB還是用Ruby... 或是你用... 我記得... Pyt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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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很多Framework嘛... 然後... 什麼... Jungle是不是... 之類的... 然後... 或者是... 也有人用Pro架站... 或是... NodeJS架站... 之類的... 或是你... 你... 你很硬... 你想用C元寫... 沒有問題... 對不對... 好... 這次我不是說要自幹嗎... 對... 然後呢... 可是... 真的是... 你在時間有壓力的時候... 你真的要選一個... 自己容易上手的... 而且好的東西這樣子... 不是說... 東西不好... 是... 你要選一個... 效能... 比較快的東西... 或者是說... 就跟... 就跟人家說... Startup不要... 太要求語氣節... 你可能要... 很快速的開發... 你才可以把你的... 第一個產品推出來... 那個... 當時候我們的訴求也是這樣... 我們需要把我們的... 第一個產品推出來... 然後... 那... 剩下的東西... 我們後面再解決... 就如果遇到一些問題... 我們再解決嘛... 就像今天的座位表一樣嘛... 被... 被... 就是被人家一直換座位嘛... 然後就... 後面就有新的... 新的... 新的RAM... 聽說有新的RAM... 跟SSD換上去是不是... 然後... 後來又改了一堆... 黑色的座位... 就是... 人會有那個... 黑黑色的那種... 看起來很酷啦... 因為你中間是亮的... 然後旁邊是黑的... 可是... 旁邊的人很可憐... 就被蓋住了... 對... 然後其實我偷偷... 我也有偷偷下去玩一下... 就是... 如果你發現為什麼座位表上... 每個人都黑人... 那是因為我寫了一個腳本... 只要有座位塗進來... 我就會把它... 黑名單塗出去... 就是... 我收到某一個人... 坐在座位上有訊息的時候... 我就會... 跟Servor說... 欸... 把這個人加黑圈... 我做了... 小玩具... 所以... 所以如果你發現... 所以如果你發現... 很多人都是黑人... 可能是不小心... 你的座位被我吃到了這樣... 然後... 座位表還蠻好玩的... 對... 然後... 其實... 其實還沒有到結束... 可是... 我大概... 因為我比較希望... 因為我比較希望... 是類似分享的東西... 所以... 可能後面比較多的時間... 會放在... Q&A身上... 那... 所以... 大家可以提問... 然後... 然後接下來... 我稍微講一下... 我從CoinAid... 換到RubiaRose的... 最大... 最大的... 兩三個差別... 只有兩三個... 對... 第一個... 很常見的就是... 呃... 如果... 如果有聽... 去年我講的那一場... 可以去... RubiaRose應該是... 比CoinAid還要好一點... 就是... CoinAid它是寫實的... 怎麼一回事呢... 可能可以看... 大概六十四行... 就是... 這後面... 有... 不是灰色... 有... 有彩色的... 第一行... 最下面那一塊的第一行... 它寫... QA然後... 一個Number... 代表說... 我會抓一個Number... 然後把它丟到... 後面那個網址上... 它是... 用網址... 綁到網址的方法... 就是... 你這個網址進來... 可以Controller的... 想要去做事情... 可是... 這就有個問題... 我遇到那個問題... 還蠻... 還蠻好笑的... 就是呢... 你寫了一個新的規則... 把... 就是... 你寫了一個規則... 讓它倒到... 某一個舊的規則... 某一個舊的規則... 會發生一個問題... 就是... 新的規則... 舊的規則的... 原則... 就是... 右邊那個規則的原則... 並不會消失... 左邊的會有... 一個版本... 右邊的... 那個四上也可以連... 所以當我需要... 把右邊的換成... 呃... 可能就是... A要連到B... 可是事實上如果你... 直接打B的話... 會連到C的功能... 你就做不出來... 它就會... 通通通通通連到C上面... 就是... A會連到B... 錯了... A會直接連到C... 就是... 只要A跟B有關係... B跟C有關係的話... A就會跑到C上面... 那... 這樣我就很麻煩啦... 這樣子... 這樣子我怎麼寫起來... 這樣我... 蓋了蓋去的遊戲... 不是... 蓋來蓋去的方法... 就沒有辦法做出來了... 所以... 所以... COINITR在... 我在做Routing的時候... 也有遇到一堆問題... 當然... 當然... 當然有一點是因為... 當初的需求有點... 小奇怪... 它的... 它的... 文章不像... 那個... Stake of Flow這樣... 它只有... 問題跟回答... 它還有另外一種方法是... Share... 它是... 有Questioning share的方法... 它是... 你可以發一篇文章說... 我要分享... 我發一篇文章... 我要發問... 那兩個東西的樣子是不一樣的... 可是... 網址他們也要求它不一樣... 所以... 你就不能把兩個東西... 互相蓋來蓋去... 互相轉來轉去... 或蓋來蓋去... 那這樣子就很麻煩... 那... 那... 我跳到Rails的時候... Routing怎麼寫... 你們現在看到的都是... 呃... 除了那一行... 404 Override 以外... 都是... 都是那個... 發... 就是... 有關於問題那一部分的... 的Routing... 可是我換到Rails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前一個月到底在幹嘛... 我只寫了這樣子... 然後... 就可以取代掉... 剛剛前面... CodeIniter上面用的Routing... 然後想說... 我... 我... 我當初跟PM說... 我有花兩個禮拜做好... 一個月的進度... 然後還超過的時候... 他跟我說... 那我們... 第一個月到底在幹嘛... 我們浪費一個月的時間... 然後... 第二個比較... 差別比較大的地方是... 他的... Controller... 跟他的... 那個... 那個... 資料的用法... 他... 他怎麼用... 他是... 這個是... CodeIniter的... 某一段Code... 那... 他是長這樣... 他是說... 我去撈... 我拿到的ID... 然後... 把它找到最新的版本... 然後把它撈出來... 顯示在網頁上...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 那... 可是他好像... 有些地方特別長... 而且還被我斷航了... 就是... 有那個... 他特別常被我斷航的地方... 可是我換到Rail上面之後... 其實我只有寫這樣... 不是... 看起來沒有... 比較少是因為字變大... 然後... 對... 那... 所以... 最... 最容易讓我體現到的... 第一個感覺就是... 我從... 這個容易跳到那個... 我從... CodeIniter跳到Rails的時候... 我覺得... 我的開發效率變高了... 不是因為... 說... 他... 的 framework可能有差異是... 他變得比較好... 可能就是 framework差異可是... 他變得比較容易寫... 比較... 寫比較快... 你可能... 花一天在... 假設你的手速是固定的... 你知道手速嘛... 就是打字速度... 打字速度是固定的... 你可能一天可以寫... 200行... 那可是你覺得到的效果是不一樣... 你可能... 你可能... 200行在做同一件事情在PHP上面... 可是你200行可以在... 可能已經做好三、四個... 東西在Rails上面了... 對... 然後呢... 最大的... 最大讓我覺得... 這個速度差實在太誇張的時候... 的地方在這裡... 你知道Ruby有一個... Ruby的套件庫叫RubyGymes... 它可以... 就是... 呃... 像... 是PCRE嗎... 那是... PRO的是不是... 就是它的... 欸不是... 叫PRO是嗎... 呃... CP... AN是不是... PRO的是要CPMR... 它就是一個套件庫嘛... 那... PCRE是什麼... 是PHP的... 而且還不是套件庫... 好... 然後... Ruby有一個Gymes的套件庫... 那... 它就是你... 裡面可以放很多很多... 各式各樣的套件... 那有一天PM就跟我說... 我們需要Facebook登入... 然後我跟你講沒有問題... 為什麼我敢這樣講... 因為... 平常我們要做... 那個... Facebook登入的話... 如果你用PHP寫... 雖然... 官方網站... 我說的官方網站... Facebook上面已經有一些... 範例... API的範例可以讓你做登入... 你可能只要複製下來... 然後... 貼上... 然後可能改一些地方... 你就可以做了... 那... 可是如果你不是用... PHP講說你用... 呃... 上面沒有範例什麼... PRO好了... 或是你... 我不知道拍場有沒有... 你用一些其... 其他的... 它沒有提供範例的語言去寫... 那怎麼辦... 那你不是就要... 從它一開始... 那個... 它的規範啊... 它的Document開始看... 然後開始寫... 這樣裡面才可以溝通嘛... 那... 等你寫完... 已經不知道多久了... 那Ruby就是很快... Ruby怎麼做... Ruby你就說... 欸... 我要用一個套件叫Device... 它是負責來做... 帳號管理的套件... 那... 再加上幾個套件... 叫OminiOff... 就是它可以幫你做到... 多個網站認證... 它搭配Device一起做... 那... 一二三... 前面四行呢... 我就擁有了一個... 有登錄功能的網站... 而且它還可以支援Facebook登錄... 我只要寫四行... 然後接下來我只要做兩件事... 就是把Facebook給我的... Key跟Token填進去... 然後把這個網站重啟... 然後它就有這個功能... 對... 那... 就是... 以前我們以往在做... 呃... 我記得... 前面有一場在講什麼... OpenHouse的... 那個是我學長... 對... 然後OpenHouse的它在做什麼... 它在... 它那一場在說什麼... 它說... 我們要做... 它們有一些... 那個... 全線管理的部分嘛... 全線管理的部分... 所以... 全線就是... 最常見就是... 我在每一個User的... 那個... 資料表裡面... 塞了一個欄位叫做... 全線... 然後我可能... 跟他說他是管理員... 或是他是一般使用者... 或是他是... 呃... 他是訪客... 或是他已經被我邊掉了... 就是... 他已經是... 禁止使用的帳戶了之類的... 那... 然後你在每一個... 網站的頁面上面... 就寫一行說... 也寫一段說... 如果他是使用者... 你就讓他繼續瀏覽... 或是說... 他是管理員... 就讓他繼續瀏覽... 可是使用者... 我要把他導向到... 錯誤頁面上面之類的地方... 那... KanKan給你的好處是說... 你KanKan它會有一個... 獨立的... 全線表... 那... 那你在每一個網頁的開頭... 插上... 檢查... 因為... 呃... 他有一個方法是... 你可以自動檢查... 你也不用查... 你每一頁他... 一瀏覽... 他做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去KanKan做... 檢查... 看你可不可以做... 或是不能做... 做... 就是看可不可以瀏覽... 瀏覽這個網頁... 這樣子... 所以KanKan還蠻簡單的... 那... 然後再講說... PM後來跟我說... 我們... 現在文章很多啊... 我們大概... 資料庫備份起來... 因為我們... 我們後來是跳到... sqlite上面齁... 就是... sqlite上面... 然後... 所以他是一個... 一個database... 一個檔案嘛...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看... 那個檔案多大... 知道你的資料庫多大... 那我後來一看... 不得了... 一... 一... 一個資料庫... 500都沒有... 快嚇死了... 然後... 然後... 問題清單的... 問題清單的那個... 文章啊... 太多啦... 一次列500多筆... 1000多筆啊... 然後... 然後... 都要loading很久啊... 然後我們是不是應該做個分頁... 就是... 像Google搜尋... Yahoo搜尋... 就跟你說... 此頁... 只有25項... 那後面可能還有... 幾千幾百億項在後面... 你要按下一頁才可以看到更多嘛... 所以我們就需要做這個功能... 那問題就來啦... 你... 如果你用本來的... co-initer寫的話... 我覺得他沒有內建的功能... 他的... 他的... 他的搜尋的... 搜尋... SQL的方法有... 有... Limit... SQL版就有Limit... 就可以寫說... 我要從第幾項開始搜... 然後我只搜幾項... 這樣可以撈... 可是你這樣要寫好多好多行... 可是... 我裝了一個套件... 它叫... Kaminary...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念啦... 就是... 我覺得應該像... 應該是日文... 它做了一件事情... 你只要在... 你撈出來的資料後面... 加上... 然後跟它講第幾頁... 然後他就會... 預設... 假如說你預設50個東西... 你就跟它講... 點page50... 點page2... 它可能就撈出... 第51比到100比... 那或者說... 我可能要... 第100頁... 你就點page100... 它就會直接跳到... 第100頁... 就是你也不用管說... 從哪裡開頭... 從哪裡結束... 它會這麼幫你算好... 你只要... 在你本來... 原來就有地方... 你本來就有查詢的後面... 加上page就可以了... 然後... 然後... 差不多... 時間差不多吧... 好像沒有差不多... 好像... 講快了一點... 好... 因為其實我比較想要放在... 前面上一場... 講很多... 已經講很多rails... 因為它... 從... 也是從... 我記得也是從... coigniter跳到rails上面嘛... 講了一些東西了... 所以我想要... 讓大家可以... 發問或是... 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這個... 到底怎麼一回事... 就是... 接案或者是說... 做網站是怎麼一回事... 因為其實我也是學生... 想跟大家交流一下... 所以... 如果有人有問題... 可以現在提出來... 或者是... 不要上那個網站發問... 千萬不要... 那個不是... 跟這場完全沒有關係... 那個只是... 大家可以去上面看一下... 它到底長怎樣... 對... 如果你去上面發問... 我很緊張... 對... 然後... 有沒有人有一些... QA的問題... 就是... 我們... 好... 不好意思... 我很好奇喔... 因為你的... 資料是寫... 中央大學... 指管系一年級喔... 對... 為什麼你一年級... 就... 匯這麼多東西啊... 這個... 沒有... 這個... 因為我... 高中的時候是... 那個... 他們叫... 電腦... 研習社... 對... 所以那個時候... 雖然那個時候... 我們是在... 我們是在寫... 城市競賽... 可是我那時候... 對網頁設計... 其實還沒有興趣的... 所以我... 可以多碰一些... 自己去... 多碰一些東西... 或者去網路上面... 爬一些資料這樣子... 對... 然後有... 沒有問題... 然後... 那我可以... 可以... 再多講一點... 對... 呃... 除了... 因為... 同時... 我接的... Case... 不只這一項喔... 就是大概講一下說... 我為什麼從... PHP跳到... Rails上面... 那... 雖然... 雖然... 感覺好像整篇都在... 袒護... 欸... 有... 有問題嗎... 好... 好像整篇都在... 袒護Rails... 然後... 完全封許... 那什麼Coinheater之類的... 可是... 後來... 後來自己寫一寫喔... 我覺得說... 呃... 對... 你用Rails很快... 然後... 可能現在Rails4了吧... Rails4... 沒有說... 像以前傳聞說... 很肥... 或者是說效能那麼差... 因為... 其實Ruby... 從1.8... 1.9... 到2.0的速度... 事實上有在... 某些方面的速度... 有在提升... 某些方面的速度... 當然是... 慢下來了... 對... 不可能完美嘛... 對不對... 就沒有一個原因是... 一定會有差別... 那... 它在某些處理上面... 有越來越快... 那... 再加上它... 有一些套件可以讓它... 例如說... 你可以把Rails... 或者換成... Evenge Ribbon... 就很像 NoJS這樣子... 你... 一個Request... 它才會開始動... 或者... 你不用一直一直... 站在等... 之類的... 或者是... 或者是... 你要做一些事情這樣子... 那... 可是... 你用Rails的話... 有一個... 壞處... 呃... 也不能說是壞處... 有可能是好處... 是... Rails它... 強制你一定要去做... MVC的動作... 就是... 你要一定要分成... MVC的架構... 你才可以去用... 如果你亂寫... 它可能不會動... 當然... 如果你要把改成... 會動也是可以... 可是我覺得這樣... 太浪費工夫... 你都用了一個... MVC的... 可是你還要硬... 硬是要Hack它... 然後它會動... 我覺得... 還蠻神奇的... 對... 那... 其實... 主要從Coinitter... 跳到Rails的原因... 不是因為... Coinitter太懶... 而是因為它... 在這一路上... 讓我遇到的Bug... 實在是太多了... 我覺得... 花那個時間去解... 未來不知道... 還有多少Bug... 我寧願去弄一個... 目前我已知... 可以比較... 穩定的東西... 所以我就換到了... Rails上面... 那雖然當... 當時我沒有... 簡單來講... 如果... 前面那個... 修改Rails的Case... 不算是... 一個... 完整的作品的話... 那這應該是我第一個... 用Rails寫出來的作品... 對... 只有我一個... RD只有一個... 對... 那... 而且那個顧問也不見了... 然後... 後來有偷偷去翻譯一下... 他們前面的... 版本控制的訊息是... 原來他們之前... 有用Python寫一個... 可是它的完成度比... 那... 我不知道它用了什麼樣的framework... 因為其實我... 沒有很懂拍上... 然後跟Pro的... 的... 那個圈子嘛... 就是... 裡面到底有什麼工具可以用... 其實我不大... 不大了解... 那... 可是我一去看... 欸... 我跑... 下去跑... 跑不起來耶... 對... 他們為什麼會推理一個... 跑不起來的... project在上面... 然後後來... 還換了一個PHP上去... 然後中間一定有什麼問題... 那... 我沒有去瞭解... 可是... 我... 試著去翻翻看前面的東西... 那... 發現說... 嘖... 既然... 既然PHP... 一定是有它的理由嘛... 可能是PHP... 這樣很快啊... 你可能複製貼上... 然後就可以跑了嘛... 對不對... 因為... 因為你可能Python... 也要裝一些套件啊... 或是一些Library... 它才會動... 那PHP很快嘛... 你只要... 有PHP... 有... APA7的資源... 有... 欸... APA7有PHP的資源... 然後PHP有... 買SQL的資源... 它就會動了嘛... 那... 或者說... 甚至你只要把什麼... 那個... routing啊... 轉子打開就可以了... 那... 那...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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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想說... 他們可能當初... 換到PHP的原因是因為... 它比較容易移植... 或是比較容易開發... 可是... 我這樣子去... 去run過一次之後... 我覺得... 他們當初採用Framework... 我... 當初我的想法只有兩個啦... 一個... 要嘛就是這個Framework太爛... 要嘛就是... 他們不會用這個Framework對不對... 就是... 就是... 他們選錯了Framework啦... 他們這個需求在這個Framework上面是... 沒有... 沒有太大的幫助... 你選了一個Framework... 結果你... 為了要subcute結果它爆掉... 那... 那你可能還要花更多時間去修... 因為... 當初那個Routing的問題的時候... 我有把我... 去年講的那個Framework... 那個... Theogony的... Routing的... 它的那個... 整個... 東西... 移植到Coinit上面... 替換掉... 可是我後來發現... 這樣子... 雖然... 雖然它可以動... 可是我覺得這樣... 開銷在大學後面... 維護也不好... 因為Coinit它會升級... 如果要是它... 把它自己的Routing System... 跟其他東西... 配合在一起的東西... 升級了... 然後... interface不一樣了... 那我到時候要怎麼升級... 對不對... 所以... 我後來就直接想辦法... 那我直接就想說... 那我就換一個... 換一個系統... 讓它... 一開始就是好的... 就是讓它... 不會一開始就有那麼多的問題... 等著我去修... 當然Rails可能也有它一些... 問題... 例如說... 呃... 因為它的... 它的SQL產生方法是... 它是你在做... 的動作的時候它才會產生... 那... 所以它可能你在... 你可能想要讓這個SQL中間過程... 最佳化... 可是... 就像Compiler一樣... 你讓它... 你用O2O3的... 最佳化... 結果你編出來的東西... 不是你要的... 是一樣的道理... 因為Rails它中間... 可能有... 某些部分過渡最佳化了... 那... 還是會遇到問題... 可是那個時候... 只要繞一下就好了... 不用像... 你還要去改它的Core... 然後... 或者是你... 怎麼繞繞繞繞繞繞... 繞繞繞繞繞繞... 我自己寫SQL就好了... 對... Rails倒是不會有遇到這種問題... 而且... 它... 它還是會接受... 因為它有做一些... 溢出的... 就是... 防止你... 就有一點... SQL injection的動作... 之類的... 它有... 還有一些功能... 喔... 突然發現我可以講到... 5點10分耶... 太棒了... 好... 對... 那... 還沒有人有問題... 之類的... 好... 不好意思... 問的不是技術問題... 好... 我... 再... 請教一個問題就是說... 以你現在這樣的程度... 那... 你去學校... 到底你... 你希望聽什麼課呢... 希望聽什麼課... 這是一個好問題喔... 因為... 其實... 因為其實... 支管... 我們學校的支管系的必修是... 呃... 我覺得啦... 因為必修還蠻多的... 像我... 像上學期... 修了... 26個學分...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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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不是說課的問題... 是... 因為... 有些課... 因為像... 我們這邊... 其實我不大好意思啦... 因為這邊... 不知道... 中央教授還是不在... 對... 雖然不同系... 可是... 對對對... 不好意思... 可是... 我們這邊支管系的... 教授教授是職工系的嘛... 然後我們這邊支管系的... 部分是... 像我們有計算體概論... 可是它的計算概論很死... 就是你一定要... 雖然... 雖然我們是... 類似... 就是你說... 考試一定要考... 課本背... 一定要把它背完... 要不然你不會拿到分數之類的... 可是... 對啊... 你可能背完之後... 你可能會有... 記得一點東西... 可是你沒有辦法... 把它融合在一起之類的... 那... 所以... 雖然... 上課還是要聽... 可是我比較希望是可以聽到... 我不知道有沒有這個課可以選啦... 就是... 比較偏實作方面的... 因為... 像我... 有... 我禮拜一晚上... 有偷偷跑去教大修... 就是... 他們說... 研究生開的課嘛... 就是... 我記得是... 學生嘛... 對... 然後... NA... 就是他們是... 比較實作... 他們第一個... 第二個禮拜... 就跟你說... Python或Pro寫一個... IRC Bot... 直接跟你... 給你一個... IRC Reference... 然後跟你說... 你就是要... 你就是要把它弄出來... 然後當你的作業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樣是比較有趣的... 因為... 不是說比較有趣... 雖然在Loading好像有點重... 可是... 呃... 像我這個學姐跑去修那個... 學... 我們學校有一個課... 叫... 開的是... 程式設計研討專題... 它裡面在講... 不是... 不是... 不是要你... 它好像... 它... 雖然叫研討專題... 它的課不是... 專題課... 它是... 大家有寫過ACM... 或者是一些... 就是程式競賽的題目嘛... 它裡面是在講說... 你可以用... 他們會... 就是有不同的提醒... 你們可以... 大家互相去討論... 我覺得這方式的課... 對我來說比較... 有興趣... 因為... 一些技術的課... 你回家念念就... 不是說回家念念就好了... 或... 可是你重點是... 可能根本就沒有... 沒有把它... 應用到你的生活上... 或者是你把它融會上去... 這樣子... 對啊... 我自己的想法啦... 對... 好想沒有支管系的教授... 不然... 對... 然後... 還有... 還有問題嗎? 有嗎? 或是你想要... 我講一些... 跟這個... 有關係的東西... 不一定要發問... 可能你想要... 我需要補充一點什麼的也可以... 因為... 其實... 其實... 其實我超怕... 我今天... 第一次來這個影片... 站在台上... 結果我明年就不用來... 被黑單有沒有... 因為講太少東西... 然後被黑掉... 對啊... 那... 如果你們覺得... 我可以補充什麼... 我就可以多講一點這樣... 哇... 這樣看起來... 我明年就不用來了... 糟糕啦... 好... 那... 那... 就是謝謝... 各位同學跟... 欸...我比較好奇的一件事是... 我有收到一封... 主辦單位的信件是說... 報名的... 大家的... 那個... 就是... 報名的時候有選那個程度嘛... 還有... 你是身份... 然後... 我好奇那個小學生在不在這裡... 我... 我看到... 有一個小學生的時候... 我傻意... 為什麼裡面會有一堆... 研究生... 社會人士... 大學生... 高中生... 國中生... 還可以接受... 為什麼有小學生... 有沒有... 有沒有小學生呢... 我... 我超級害怕... 而且... 而且上面那個... 程度的比例... 其實... 沒有說很平均... 我們還想說... 會不會講得太... 太簡單或太難這樣子... 對... 好... 那就是謝謝大家... 就是... 聽... 聽我們這一場場... 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你看... 謝謝... 謝謝 謝謝謝謝... 謝謝你